高雄在凌晨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一名19岁的驾驶 他是开着百万进口车 转弯的时候却直接猛撞分隔岛 电箱被瞬间撞飞喷飞 还波及到停在路旁 另外一辆百万轿车 车门被砸到凹陷 另外在仁武区则是有骑士酒驾 被远景拦查却突然狂催油门往前冲 这辆车大雷残180度 路口监视器拍下一辆黑色轿车 车转弯时角度越来越偏 刹车不及居然直接往路边 分隔岛撞上去 撞击力道非常大 电箱瞬间被撞飞喷到慢车道 路边停车阁一辆白色车辆当场 被喷飞的电箱猛力一砸 车门大面积凹陷 肇事的黑色轿车 则是卡在分隔岛上动弹不得 整个右车身扭曲几乎全毁 刹车杀不住要到分隔岛 都弄得很严重 来才弄得很严重 霸生在高雄三多跟中华路口 25号凌晨4点多 19岁驾驶开着百万进口车 转弯猛撞电箱 载撞电线杆又波及另外一辆进口车 车上三人没有大碍 驾驶酒测值为零 但电箱被撞毁 路口四项灯号全部故障 远景还得指挥交通 人物警方则是拦下这辆机车 机车转弯没打方向灯 被远景拦下 骑士假装配合 下一秒却突然催油门 是想要躲酒测吗 油门催下去 机车冲向前 却180度旋转大雷残 超级危险 酒测值0.34毫克 因为酒驾害怕被送法院 一时勤急选择逃跑 没想到喝酒骑车上路 怕被抓要上法院 竟然催油门想逃跑 却180度摔个阵着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金线中午 是龙 陈三山 高雄采访报道 到大白天的公园凉厅 竟然爆发了打架事件 就在24号下午有民众目击 两名男子在云林 抖溜的柚子公园 一人持安全帽 另外一人拿雨伞 两人疯狂互殴 整个画面全被路过的 外送员拍下po网 网友戏称 这是凉亭格斗杯开战 而警方紧急到场 发现现场的人员 都已经落跑 随即巡线找人 而双方解释 是酒喝多了 造成误会 才会爆发肢体冲突 白衣男子手拿安全帽 气冲冲冲冲向对方 投红上衣的男子 则是拿起雨伞 两人开始互骂下一秒 白衣男拿安全帽狂殴 对方立刻拿雨伞回击 纠缠在一块 最后白衣男被压倒在 凉亭椅子上 一旁民众吓坏 眼看投红衣男不停猛K 他赶紧把人拉开 没想到最后白衣男冲出来 坐视殴打 投红衣男赶紧漏跑 大白天的凉亭上演暴力事件 事发地点位于云林 斗六柚子公园 24号下午4点多 两名男子喝酒后 发生口酒 各自拿雨伞安全帽互殴 全城被路过外送园路下 还把画面泼上网 戏称是凉亭格斗杯开战 还有网友说红白大对决 柚子杯格斗大赛吗 警方获报到场时 双方已经鸟售散 警方指出桃红上衣男解释 当天汉立一名朋友在打闹 白衣男以为朋友被欺负 才会冲过来叫嚣 却演变为打架事件 双方都没提告 警方也依违反设违法送办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云丽测报道 有民众在台南一处工地直击 开山猫的驾驶 动作俐落 180度华丽转身技术超好 但是里面一看 居然是一位10岁的小男童 这画面曝光让不少人惊呆 男童的父亲说 儿子从小就跟他跑工地 这次工程收尾 儿子说要自己开看看 虽然技术很不错 但是已经违反规定 无照驾驶开山猫 施工单位恐怕面临开阀之外 还会遭到撤换 台南人的区路面施工 山猫来来回回帮忙清扫 驾驶操弄山猫 动作超俐落 加速前进产起薄油快 连一旁阿贝也狂赞 但镜头拉近一看 这驾驶居然是小朋友吗 10岁小男童开着山猫 仿佛在开玩具车 还一度往前 加速倒退 还能180度华丽转身 动作一气呵成 感觉就像老腮乎 没想到10岁小小年纪 开山猫技术了得 让现场其他工作人员 嘖嘖成奇 小时候就跟在身边 都在一起在机器上 跟着我一起坐 他说他要先练习看看 小男童的爸爸 就是开山猫的驾驶 从小儿子就一起跑工地 趁着工程快收尾 说要自己开看看 爸爸放手让儿子过过瘾 但没有重机械操作执照 已经违法 我们会依照契约的 规定开罚 那我们有职业相关的人 也会做个测换这样子 要考重机械操作执照 必须年满15岁 但小男童才10岁 开山猫施工 就算计数100分 违反规定金价免汤 这下施工单位 不但要被开罚 还得面临被撤换 小男童独自开山猫 虽然很厉害 但要是出意外 恐怕爸爸也后悔莫及 记者赖关章台南报道 网络上疯传一段 疑似苗栗中油厂气爆影片 时间在9月22号 这储存槽压力过大 疑似爆炸 白色的气体窜出 顶盖直接喷飞数公尺 不过中油紧急跳出来喊冤 表示这不是人为疏失 而是小生物热祸 网络疯传这段事故画面 中油厂区缝合日历 没想到下一秒 储存槽突然疑似气爆 大量白烟疯狂窜出 直冲天际 盖子喷飞数公尺 翻滚掉落地面 气爆瞬间再看一次 储存槽先是膨胀 撑不住压力才爆发 就连旁边的楼梯 都用力的震了一下 可见爆炸强度非常大 事发在9月22号 有网友宣称 这是苗栗中油气爆事件 内部员工提供的影片 中油也赶紧跳出来喊冤 中油指出里面装的是废弃机油 完全不可燃 风险相对低 如果是其他燃料 后果可不堪设想 中油也强调虽然不是人为产生爆炸 以后还是会加强掌控 只不过台电才接连发生 小动物触发停电 这次连土风竹槽都能造成 中油压力异常炸开顶盖 国营事业又再次因为小生物出包 记者彭志明 王云廷苗栗采访报道 国内疫情呈现了降缓的趋势 而周末次世代疫苗开打 催生出不少观望的长者施打 还有不少人是开打第五剂 卫副部长薛岳元表示 不排除再往下阶段开放 不过林佳琪上路之后 代表防疫旅馆退场 业者表示中央未给配套措施 再改成一般旅馆 需要花费不少金额 也呼吁中央能够给予补助 也让业者痛批中央 防疫旅馆在疫情期间 站在第一线 停完之后就被一脚踢开 疫苗打下去更有保护力 次世代疫苗在国内开打 不少民众强打 解封倒数中 不仅多人抢订机票 也出现打苗潮 9月23单日接种 暴增66% 先前观望长辈 也都逼出来打次世代疫苗 台北市甚至有约 6900人预约打第五剂 第五剂 我自己的健康要减了 卫副部长薛瑞元 紧盯次世代疫苗施打状况 若第一阶段不如预期 将会往第二阶段开放 包括医护机构 社福照护人员 50岁以上民众就能打 林佳琪准备上路 也代表防疫旅馆将退场 旅馆商业工会 理事长张荣南就表示 观光局只顾在前面冲 完全没告知任何退场配套 防疫旅馆在疫情期间 占第一线 停完之后就被一脚踢开 业者许盈述也表示 恢复成一般旅馆 政府必须讲明白 配套也都要拟定清楚 我们希望尽早政府能够帮SOP 能够给予我们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政府 能给予我们所谓的品质提升 更新补助的一个 补助款 环境做得更加的通风 那就是降低整体的一个风险 疫情尚未完全虚幻 但大解封即将来到 民众及防疫旅馆该做好各项准备 而这些都有待中央定出各项配套 才不会让疫情再爆发 记者杨氏去杨宗燕台北报道 在南投草团有富人过马路的时候 遭到左转的轿车撞上 当场惨衰在地痛苦哀嚎 车祸画面曝光 有人认为应该是车辆视线时死角 导致驾驶没注意到富人 那也有人发现 富人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双方的照泽引发讨论 到底谁对谁错 警方也给了答案 十字路口叫车一个左转 当场急落行走的富人 富人惨摔在地 右手手指抽动 痛苦地坐起身来 惊险车祸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左臀部疼痛 来牙龄我们看一下 有稍微出血的状况 那有小众朋友 他是要去推拿了 路上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 就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 事发在南投草囤 富林路二段 民众看了车祸影片 议论纷纷 有人说驾驶应该是 A住挡住视线 也有人发现富人 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到底谁对谁错 警方也给了答案 警方强调只要有斑马线 行人就一定要走在线上 而车辆也得与行人保持三公尺距离 所以当有人在过马路时 斑马线左右两侧三公尺范围内 车辆不得靠近 这件车祸双方都有错 驾驶和富人都要罚 记者曾伟祥 成果人王世涵 南投采访报道 台北市长选举白热化 民进党侧意变成自走炮吗 媒体人周玉寇 猛打蒋万安的父亲 蒋校园 飞闻事件 哀鸿没人性 反而冲击民进党的选情 尤其距离年底 大选不到两个月 绿营狂替林志坚 启白论文抄袭风波 再加上查抄袭大战 再再反映民进党低迷选情 试图透过激烈狂言 保住基本盘 陈时中周末市场扫街 带着小鸡向前冲 但带出来的风向 却越来越不对劲 周玉寇猛挖蒋万安身是背景 哀哄丧失人性 冲击绿营选情 陈时中想切割 已经太迟 应该说绿营长期养侧翼 养到变成自走炮 我想他们应该难回不当初的吧 我跟周玉寇就是在公务的往来 至于在私交 我跟周玉寇一点私交都没有 周玉寇争议发言 陈时中通通轻描淡写 年底大选倒数两个月 绿营侧翼大打蒋万安身是战 会动反蒋家大旗 政党上则是狂替林志坚 洗白论文抄袭风波 上演查抄袭大战 反映绿营低迷选情 对蒋万安进行一个抹杀战 他现在掀起了一片 全面的抄袭大战 说到底还是只为了 大顾他的基本盘 因为陈时中现在的民调越越低 黄珊珊早上竞选总部成立 就怕自己被兵援 而民进党接到杀人不成 就怕反而被逼到 选战无路可走 记者张昭鹏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四度提到 如果中国大陆犯台 美军将会保护台湾 外界不再认为拜登失言 但是专家解读 拜登说的依旧是空话 没有说清楚如何保护台湾 更只指他就是要加深两岸紧张 蓝军也炮轰 蔡政府打着抗中保台 卖芒果干 只为了选举不择手段 美国总统拜登 接受节目专访时 被问到中国大陆一旦犯台 美方会如何应对 拜登第四次在镜头前 提到会派兵防御台湾 外界多半不再认为拜登又失言 虽然随后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依旧重申对台政策不变 而国内专家解析拜登的话 认为仍有讨论空间 蔡政府别沉浸在 美国将出兵援台的泡泡里面 出兵进入台湾 还是在台湾的周边的水域 跟解放军的军队直接作战远距 大学生的必修学分 除了课业爱情 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项 那就是烤肉 大学生爱 提供情报资讯或者后勤补给 拜登讲的还是一句空话 他就是要加深两岸紧张 专家直指拜登在进行认知作战 很多人以为可以安心当美国定51周 但美国真正目的是要施压中国大陆 并非保护台湾 开心获得恐怕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一方面鼓励哲伦司机 一方面又刺激普丁政府 所以这个做法跟现在 一方面刺激大陆 一方面鼓励蔡英文政府 如出一策 两岸紧张 蔡政府沟通无门 祈求美国爸爸保护 但美国一介入又升高两岸情势 蓝军炮红 蔡政府打着抗中保台 为了选举不择手段 民进党面对越来越糟的选情 剩下最后一招 芒果干可以打 不断地把台湾推向战争的第一线 作为一个总统 不要只是一直想着靠 抗中保台来崛起 自己的政治利益 应该好好 听听看 2300万人 希望和平的心声 拜登一袭话 看似战略清晰 却可能导致台海危局 不论拜登的心里话是什么 都没有台湾人民内心 渴望两岸和平来得重要 既然灵心见灵佩洁 台北采访报道 南投草屯 碧心路有一间铁皮搭建的私人公庙 在凌晨2点50分 突然起火燃烧 火势猛烈一度延烧到旁边的 瀝青厂仓库 加上瀝青厂内 疑似堆满了易燃物 因此大火烧了超过三小时 消防一共出动30多人 狂喷化学泡沫 才逐渐控制火势 铁皮建筑狂火浓烟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人员喷化学泡沫 努力控制火势 火警发生在凌晨2点50分 起火的是南投草屯一间 铁皮私人公庙 火势延烧到旁边的瀝青厂仓库 由于瀝青厂内 还疑似堆满不明易燃物 导致大火越烧越猛 偏偏没有任何公庙 和瀝青厂人员到场 导致消防队无法得知 易燃物品是什么 无法有效灭火 只能凭靠经验咒援 这一销烧了超过三个小时 消防人员打火打到天都亮了 累到蹲坐在空地喝水休息 好在火势虽然很大 不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记者曾伟祥 皇上父王 是韩南投采访报道 推广高雄绿色永续的餐饮运动 高雄农业局和高雄餐旅大学合作 针对在地食材绿色友善等条件 首次设置奖项 评选出45间餐厅 假日打造神农市集集结小农 让民众从产地到餐桌 认识在地食材 高雄好味记评选出绿色友善餐厅 今年也是我们第一次把空过的餐厅 再把它分级出来 在评件的过程里面很多次 那业者跟我要什么食材 我都回过头来 请局长这边农业局这边来协助 历经7个月的时间 评选出45间餐厅 颁发7项餐饮奖项 就是要响应绿色永续 从在地食材着手减少碳足迹 这些餐厅评件出来以后 就是针对我们整个高雄在地的食材 来这里推广 然后我们农业区也来给他一个认证 也希望能够协助我们 这个食材的教育的推广 高雄市农业局结合餐厅业者与农民 推广地产递销低摊饮食 来打造绿色永续的餐饮运动 记者送不到 女子金建家中的墙壁 突然渗出不明的红色液体 乍看之下就像墙壁在流血 如同电影中恶灵诅咒的场景 但他不信邪 为了找出源头步行拆家 最后拆除禁柜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生锈惹的祸 才会出现骇人的圣血画面 欢迎收看一三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钟继荣 新闻开始来关心到了高雄又无预警大停电 台电超高压变电所发生停电事故 造成三民区十全一路 自由一路 投蒙街等临近路段 总共1483户大停电 早餐店客人坐满满 但是灯却是暗的 走进超商也是一片昏暗 各个路口红绿灯都不亮 车子过马路只能够放慢速度 这场大停电造成高雄三民区1483户受到影响 民众家里头没冷气 全部跑出来门口 议论纷纷 不知道这次又是哪一种小动物闯祸了 被封为国地民俗 台湾第一乡的西港乡科 今年有三队的舞阵 加起来超过200位成员 或要参加双十国庆表演 上午庆酬会秘书长南下访式联合舞阵现场表演 大阵仗相当的壮观 上午在台南 路尔门天后宫 有西港乡科舞阵登场 200多名成员大展身手 步伐整齐默契十足 手拿武器 镰刀 长枪 各种长棍 单打或是双打 还有舞龙舞师 场面热闹非凡 这号称台湾第一乡的西港乡科 今年总共有三个队伍 一起联合参加双十国庆表演 原本舞阵都是各自表演 不会串阵 为了双十国庆 破例联合演书 庆酬会秘书长到台南访式大阵仗 大场面的演书 也引起不少人 围观赞叹 中张头三线市交界的猫罗西畔 媲美非洲草原牛群杜河的 放牧牛群 掀起了拍摄热潮 近期当地的芒花大爆发 呈现雪白景观 在一阵风吹拂过后 又像阵阵白浪 画面相当壮观 每到假日总是吸引摄影爱好者 前来卡位 而除了芒花牛群也有鸟类栖息 大家都想一睹牛花鸟同框的珍贵画面 从高空看下方大批牛群 循着河边缓缓往前移动 准备到对岸吃草 画面令人赞叹 上百头牛只温寻吃草 这里是中章头交界的猫罗西畔 不只能赏牛 还有浪漫的芒花 牛群在白色花海下漫步觅食 吸引民众前来观赏 太美了 会不会觉得很壮观 就整个牛群这样子 很壮观 买得起鸡皮疙瘩 太兴奋了 是第一次看到吗 第一次看到 往路上一直泼 可是知道这个地方很久了 可是是第一次过来 真的非常壮观 远从外地而来的摄影爱好者 一大早来卡位 尤其今年芒花大爆发 出现雪白景观 在一阵风吹拂过后 如同阵阵白浪 夕阳下逆光的芒花是最漂亮的 大概是三点半之后 你把那个牛 那个路线挡住有没有 那牛都不敢走 就我们拍它的时候 不要去影响到它 难得季节限定的芒花美景 加上壮观牛群 偶尔也有鸟类栖息 大家都想一堵 牛花鸟铜框的珍贵画面 记者林世新 王百英 SNG小组 彰化采访报导 外送平台越来越便利 想吃什么 动动手指美食就帮你送到家 但是儿妇联盟公布 国内有超过三成的血童 有过重肥胖问题 当中有七成血童 每周外送 叫一次炸物跟饮料 营养师就呼吁了 务必要重视孩童 营养失衡的问题 每到中午外送机车一辆辆骑到校门口将餐点送到学生手里 但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调查 外送崛起让血童肥胖问题更严重 2017年到2020年的数据显示 国内七到十八岁血童有过重肥胖问题的就占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三十 等于每四位儿童青少年就有一位过重或过胖 大概有七成的会每周吃一次饮料 然后四成会吃一次油炸物 那还有两成五是天天都会吃甜点零食 造成血童肥胖主因与饮食习惯有很大关联 扣除掉学校营养午餐 学生每周七次以上选择外食的就超过八成 每周十四次以上也超过四成 当中每周至少两次是叫外送 疫情开始之后就早餐中午都点外送 所以可能甚至一天吃两餐麦当劳那种 便放大概快十公斤左右 由于现在多数是小家庭家中少开火煮饭 加上疫情减少外出 还有同侪之间会一起点鸡排饮料 根据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九的血童 外送是叫正餐 百分之五十五点五点手摇饮 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会叫小吃点心 百分之三十一点四会点油炸食物来吃 而不只肥胖问题 常吃油炸含糖饮料的孩童 还容易出现疲倦试睡失眠困扰 我会建议选择可以自己点到青菜的 或是一些瘦肉的 也可以在附助里面请老板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调味是不是可以清淡一点 营养师呼吁学校提供健康饮食选择 外送平台也应该要求业者清楚标示 成分热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把关 记者周天杰成家轮台币采访不到 高雄周末晚间多起酒醉闹事 深夜十一点多 三男一女在路边扭打 竟然是老公喝得烂醉如泥不回家 让太太老夫亲和哥哥全家动员 要把醉男扛回家 另外还有卡拉OK酒客喝醉闹事 一次不满服人员态度不佳 拿着麦克风夹头 三打一把人打到头破血流 深夜十一点多大马路边三男一女打成一团 目击民众直接录下过程 四个人通通都是嘎底郎 成姓男子的妻子跌坐在地 穿着白色吊嘎的老父亲也出来劝架 而哥哥更是勾住男子脖子 要把人带回家 警方接获报案 有人街头闹事 但一查原来是成姓男子喝得最帮忙 太太来载人老公不回家 结果全家总动员要把人扛回去 意外通通禁了派出所 该名男子泥醉 尤其父亲以及其兄长 三人共同合力劝阻 深夜出带记得还有这间卡拉OK 酒客闹事看到警察来还假装没事 两名酒客被指控和现场员工有纠纷 客人拿起麦克风直接往员工头上敲 把人敲到头破血流 就怕闹出人命即抠110 客人认为该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佳 因而与其发生扭打 一边是喝到烂醉回不了家 一边是喝到用麦克风砸工作人员的头 一个晚上两起酒醉闹事 让警方摇头劝说 喝酒还是别太超过 免得闹劲派出所 记者中文报道 台南一对父母控诉 四个月大的儿子送到保姆家 却接到保姆电话 说男医没呼吸了 赶到医院医师却说来不及抢救 小朋友身体多出红点 没呼吸心跳的时间很久了 不过保姆却说什么都不知道 他已经睡着 家中监视器也拔掉 完全没有拍下画面 妈妈难过的表示 小朋友在解剖当晚 托梦说自己痛痛丑丑 让妈妈哭着醒来 目前已对保姆提告过失之死 四个月大的小男婴 在水里学宝宝游泳 圆圆脸蛋模样超级可爱 但爸妈越看越心痛 指控孩子送给保姆照顾 却突然没呼吸 抢救不治 当下已经没办法接受 等我冷静过后 我再次问保姆 我说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为什么会突然没呼吸 他跟我说他也不知道 他睡着了 妈妈哭到双眼红肿 控诉9月16号上午6点多 接到保姆电话 说小朋友没呼吸 爸爸妈妈赶到医院 医生却说 已经无法抢救 小孩身体多出红点 失去呼吸心跳时间太久 家长泪崩询问保姆 但保姆只说不知道 睡着了 在警局坐笔录 还翘二郎腿 只因为联系不到父母亲 就错过抢救时间吗 家长控诉保姆说法 一变再变家里监视器根本没路 只剩下被剪断的线头 实在无法接受 如果是坏掉 那你为什么不修理 还是说换新的呢 为什么会只有线头在那边 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应该有三四支监视器 只有及时影像 没有回放的功能 社会局到保姆家稽查 一切虽然合格 但没有监视器画面 家长提告过失 致死 但心痛的是 男婴解剖当晚 孩子在妈妈梦中哭着说 妈妈我痛痛愁愁 让他哭着醒来 因为大人的过失 他受这种折磨 我会觉得很痛 泪流满面 却换不回宝贝儿子 才四个月大的婴儿 死得不明不白 家长提告保姆过失致死 只希望能查出真相 记者赖冠张 沈南山台南采访报道 莫乃